好,大家好,我是民宗 國民 我是民宗 好,我們今天是來到的地方 這裡是北區的河順公園 那河順公園的話 它其實是剛經過一些整理的過程 所以你會看到說 它其實感覺還蠻新的 那其實它這個有一個重點是說 它其實這個路口 臨界的一個區域 它是經過重新的規劃 也是在道路的設計上 納入了一些比較新的設計 那我們今天就帶大家來走走看看 台南的一些路口 其實它發生車禍的頻率還蠻高的 這件事情你有什麼想法呢 其實在車禍這一部分 像前幾天我在開車的時候 剛好有看到 就那一條路 就是那一條路 就這樣下去 剛好遇到兩件 對 兩件 那一件 一件一次汽車跟機車 然後另外一件 好像腳踏車之間 因為有點泡路還過去 反正就是四輪跟兩輪之類的 對不對 那所以的話 在道路設計上 個人覺得 個人覺得 在自己行人上的話 在汽車跟機車之間 欸 他們 要如何去爭到的 是因為 有點奇怪 很難講 像我之前的朋友 他有遇到 他開車 譬如說 機車可能這樣出來了 然後卡到了 然後 在那個事故去調查的時候 結果那警察員 他們就說 欸 汽車要負比較多的責任 欸 奇怪 他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 為什麼是機車 衝衝出來 結果 搞到 然後汽車反而 好像 大車裝小車 對對對 就好像不要 就比較要多負責 這是為什麼 就是覺得奇怪 連我自己也覺得奇怪 但是法規上就是這樣覺得 所以有時候 我們在看路的時候 像這邊看 欸還蠻大條的 可是在我們那裡 有很多路的話 它其實是 這樣子 然後可能 汽車跟機車 一台機車跟一台機車有沒有 就是一條 就一個單行道這樣過去 可能是雙線道 它一個降過去了 所以再這樣來看的話 道路設計 當然 民眾也有提到說 經費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說 很完全的 到任何的 鄉間小道等等 可是在市區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我這邊很大很大 河森林附近這邊 像我之前女朋友也住那邊 所以這邊的話 哈哈哈哈 我這邊 也有一段時間 常常過來這邊 所以 這邊人車分道 而且機車還有汽車分道的部分 我個人是覺得還OK啦 對 做得還不錯 那秉充 因為永康是 台南人最多的地方 那可以想見說 它的道路事故 其實也是相對多的地方 你對於這件事情 有什麼看法呢 我倒覺得是 因為永康 他在早期的 這個道路規劃上面 沒有非常完善的 去做一個 人口密度的 規劃 是 因為像 比如說像中華路好了 中華路真的是 永康應該是 車流量最大的 一道路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機車 汽車全部都擠在一起 然後又有路邊停車的一些 溫度的停車 這樣 搞下去之後 就等於說 機車他沒有辦法走在 他應該走的道路 然後跑來汽車道 那汽車他有時候要閃這個機車 所以他也是這樣子 彎來彎去彎來彎去 他有些路口 甚至連左轉道都沒有 是 當他要左轉的時候 他就卡在前面 然後後面就會 對 就會常常產生車流的衝突 沒錯沒錯 然後車流量就是非常大 而且塞車的頻率也蠻高的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整個 永康他要再重新規劃的話 可能除非有去 我覺得先把停車的問題先解決掉 是比較重要 因為如果你可以先把路邊停車 這些違規停車的車輛 欸 就有一個地方 另外的停車 讓他們可以有地方可以停 那是不是 沿線停車的這些車子就少 就是把這個路面給空出來 那空出來之後 機車他也比較有 充足的範圍可以來提升 我覺得可以用這種 循序漸進的方式 除非說你就把 大規模的徵收 沿接的方式 但是我覺得以目前的財政 應該是做不到這個程度 你可以發現說我們剛剛走的這一段路 他其實做了比較多的設計 比如說他的斑馬線 他有做庇護島 以及說他有一些道路的規劃上 是比較先進的一個做法 但剛剛 如同國民有提到的 我們在財政上 台南的財政本身 他並不是非常的寬裕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往往只有這樣一個路口 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但其實他實際上很難 落實到大部分的路口 以及說 其實我們剛剛走過來的過程中 你可以發現 機車還是騎上人行道 然後汽車也在人行道上面暫停 這樣一個習慣的情況 那就是說你再好的設計 如果缺乏一個維護 不管是從市民的基礎觀念 還是說不管是說警察的部分 能不能介入去做一個維護 如果缺乏這樣的一個管理的工作的話 其實再好的設計 最後都會有點浪費在這裡 那雖然說我們剛剛走過來 你其實可以看得到說 他不管是針對我們一般行人 或者你看到地板的斑馬線的部分 你可以看得到一條一條針對盲人的部分 以及說在人行道 上來人行道跟上去庇護島的地方 他都有坐輪椅可以出入 就是說傳統他們在做的時候 並沒有考慮到輪椅這件事情 那在這個道路新的設計裡面 他有把它納入 那但是這樣一個好的設計 剛剛提到說 他只有這樣一個示範路口可以進行 他並沒有辦法說普及到更多的地方 雖然我們現在所在這個區域 是在北區 人口密度算相對高的地方 即使是這樣子他在做這件事情上 他還是會有很多的困難 那更何況是一些比較偏遠的區域 那我們會發現說台南的情況 他是全國在交通事故紙商上面 數量最佔人口比的數量最高的地方 我們希望這件事情可以從道路規劃的部分 就好好的去改善 那關於剛剛有提到的說 我們其實台南的預算不足這個問題 我想國民在因為官廟人的一代 應該是會特別有感 你對於預算分配這件事情有什麼想法 預算分配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當然也不要去為難市政府 雖然已經身為直轄市 但是整個經費的話 要以整個大台南地區來用 我其實並不會去覺得說 怎麼分配不均什麼 因為真的確實有困難 很少 對 其實剛好我的朋友住在台北市 他就有提到一個 他們家附近的停車格 怎麼都變成那個人形的 就是畫綠色的那種 人形 他叫人行道 對 標線型人行道 標線型人行道 剛好我都在想到 看到柯P之前有提到 就是為了要減少事故的發生 所以把一些巷弄的 一些停車格 然後變成了以為人行道的部分 那其實停車格 台北市一位難求 那以台南市來講 雖然比台北市好一點 但是遇到假日什麼的時候 也是一位難求 當然大家也會幹掉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 如果要降低市庫的話 台南適合做這個嗎 這個我也想討論一下 是 這個的部分 那秉聰你覺得呢 剛剛提到的 台北市的標線型人行道 其實現在已經普及到 新北市跟台中 那你覺得標線型人行道 適合台南嗎 我覺得這個可以先從一些 比較特定的里別 或是一個區域來做小規模的示範 那我個人是樂見騎乘啦 因為我其實不太喜歡 就是台灣這種 到處隨便亂停車 然後行人沒有他自己應該用的 這個行走的空間的這個部分 包括七樓友善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我們也真的很需要去 可以說 是不是七樓 至少你可以留一個可以讓我們一般行人走動的空間 不要全部都整個把它擱起來佔有 那剛才關於國平說的那個綠色人行道的部分 我覺得是不是可以 以單線為主 就是比如說因為一條道路有那個雙向嘛 然後你先從單向的部分先試行看看 一個沿著比如說沿著右邊的這邊 先畫一個綠色人行道 看看 看看台南的這個接受度高嗎 但是它相對的它也要有一些配套說 就像國平剛才講的 如果把原本的綠色人行道 變成綠色人行道 那原本這些汽車要停去哪裡 這也是一個問題 對所以就會 講回來是說 停車格不足的問題 還有停車場不足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要開始 然後政府要去規劃有這些新設備的設備 包括一些新型的重畫區 新型的重畫區 它如果在一開始規劃的時候 就有先規劃這個停車格停車場的話 那是不是就可以免掉後面很多的這個麻煩 關於停車格的規劃 其實目前市政府它主推了蠻多的立體停車場 但是你看它在宣傳這個立體停車場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的市政府一直把停車的需求 跟觀光的需求連結在一起 這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剛剛提到的是說 為什麼我們在巷弄裡面常常看到亂停車 它很多都是在地居民 它可能生活周遭就缺乏這個停車空間 所以它會亂停車 那這個需求才是應該要被重視的 但是我們的市政府 卻又一直把停車需求 就是它先滿足觀光區的一個停車需求 卻沒有去考慮到說 其實很多時候它應該要先聚焦在我們在地生活的人 以及說整個國家的預算 其實是依照戶籍人口 也就是在這邊生活的人口來分配預算 所以說為什麼不能夠在地優先 這是一個問號 以及說剛剛提到的一個標線行程行道 其實標線行程行道是目前大概它在成本上是最具優勢 就是我們可以短時間內大量的鋪設 那就可以解決說傳統的人行道它的成本很高的問題 我也是覺得說我們應該是在市區可以大量的嘗試做這個方向 以及說剛剛提到的騎樓的部分 其實我們友善騎樓政策已經執行十年了 友善騎樓的政策 它的政策就是在騎樓裡面讓出1.5公尺 那我們過去再跟幾個朋友一起在走 我們這個整個中西區的一些騎樓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騎樓友善並不是相當的友善 因為這1.5公尺的空間 它其實是缺乏維護的 也就是說它可能有大觀來 有警察出現的時候 它是1.5公尺 但是在平常沒有人在管理的時候 它可能常常到還是一個壞的習慣 然後去亂停車或者去占用 所以平常它其實是不容易走 我們會覺得說它對應的一個措施不容易執行 是因為它公與私 就是說它是在私人土地上 所以我會覺得說應該是要用標線型人行道 這樣的一個政策 慢慢的去取代友善騎樓的政策 對 OK 好那我們今天其實大家先聊了一下說 關於道路設計 對 關於道路設計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說未來這樣的一個 比較先進的道路設計 有機會普及到更多的區域 讓更多的人民受惠 以至於也進一步的去改善說 我們台南它在交通事故史上 這一個比率這麼高的一個情景 好我們今天先介紹到這裡 我們是三江 我是民宗 國民 我是秉聰 我們下次見 拜拜